好 另外原定三月一號 預定解除的大陸旅遊禁團令 政策是出現了大逆轉 交通部官方署室宣布 因為中國至今尚未恢復 安排大陸旅行團來臺 而且先前又片面宣布 要改變M503航路的運行方式 所以才會停止我國的 國內的旅行團前往中國大陸旅遊 之前本來就是在講說 春節前會正式宣布 然後春節後實施 所以我們其實沒有正式的宣布說 禁團令這一塊有沒有解除 那針對旅行業者在廣告 招展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是希望可以配合來下架這樣子 那只是因為現在情勢變更 所以我們就是決定暫停 我們旅行社主團赴大陸 好 剛剛聽到的是觀光署的說法 同時間也表示 也因為部分旅行社已經成團 出發的日期是在 三月到五月期間的旅行團 依舊是可以出團的 但是行程在六月一號之後的 就不能再出團 目前是已經請旅行社 下架附路旅遊的行程 避免衛生糾紛 而旅遊業者在年前 得知這個消息之後 也感到錯愕 大土苦水說 這一頓的年夜飯是真的吃不下去了